项皮艇旁聚集好几名消防人员 民众过去后看起来还有些慌张 在其他人的协助下才顺利脱掉救生衣 还需要人搀扶才能缓缓的走到岸边 花了一番功夫陆陆续续 总算是把受困的民众全都拉回岸上 9号晚上7点多 进门有四男二女的民众到海边玩水 却不小心受困 在涨潮后他们受困在清云外海的礁石上 离岸边W有500公尺的距离 暗示人员第一时间尝试救援 但是因为天色太黑了 一直没有办法靠得太近 也紧急请消防队派救援的人车跟船艇赶到现场 但其实救援的过程相当艰难 因为当地的水域不仅有放置雨网 还加上礁石跟暗流 环境相当危险 而且天色已经黑了 几乎是身手不见无止 幸好第一时间消防人员相当冷静 在安全的停靠点 小心翼翼的登上礁石 把这六人分成两梯次给救援上岸 这回幸好人都没有大碍 不需要送医 但民众似乎是闷坏了 才在晚上到海边来透透气 不过三集警戒期间 海边是没有开放的 一时忍不住 恐怕最后还得挨发 TVBS新闻成品小家们 今天我们的赛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